女友要了他五十万的彩礼 却转头喜欢上一名医生 气愤的他想要报复 不料却被一只兔子给揍了 暖暖 打人是不对的 你快让兔子放开周围哥哥吧 不然的话 要是你哥哥回来看见的话 可就不好了 他会觉得暖暖是个坏孩子呢 他是觉得这个孩子不过才五岁罢了 很好哄的 暖 来来 吃糖 你吃糖 就乖乖的放个周围哥哥 你的糖自己留着吧 想要我因为这几颗糖就放了周围 你倒是想的美 你以为我是小孩子就很好哄吗 而且 你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真相 你就说我是坏孩子 我是不是坏孩子 和你有什么关系 要你管呀 居然就如此秉重我 将来我又是成为了你的嫂子 也不知道你还会如此没有礼貌 你 你总能这样说我呢 真没有礼貌 暖暖 你快点放他周围 不然我这告诉你哥哥 你信不信 要是你在靠近我 我也会让你好看 顾月音看到大白白这么厉害 他也不敢动 小主人 顾月音手里拿着保温筒里传来了奇怪的气味 应该是晕晕烟雾 他可不是吼人 于是暖暖也对顾月音使用了普真话的法术 而胡来的目立云看到了大白白坐在周围的身上 鼻青脸肿 而顾月音正冲着暖暖怒吼着 他第一时间只认定了暖暖是被人欺负了 暖暖 你是不是被欺负了 你没事吧 你和五哥哥说 五哥哥 暖暖没事呢 暖暖在教训坏人了 而此时 保镖们也按照暖暖小姐的吩咐 将陈教授和其他老师们都请了过来 目立云 你们我家欺人太甚 就连一个孩子都在这里欺负我 老师们 你们来得正好 你们可是要为我主持公道啊 学长 你的妹妹也太没有礼貌了吧 我也是好心 你也别生气啊 我觉得孩子这么小 要是没有教 他岂不是学坏了 你是没有看到 他刚才对我的嚣张态度 学太不尊重人了 闭嘴 这是我的妹妹 不要说我妹妹一个字的不好 五哥哥 他们不是好人 暖暖就教训他们 这个人想要害哥哥 周围本来想要反驳这个小女孩说的话 实际上他已经心虚了 但是他听到这个小女孩竟然问他 周围 你来实验室想要做什么 周围竟然脱口而出道 我当然是来反锁住门 将茉莉云拐在实验室里烧死他 当周围这句话落下时 全场震惊了 周围自己也慌乱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说出真话 陈教授和其他老师们的脸上 也都露出了惊骇的表情 这个宠惑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啊 那你为什么要谋害我的五哥 你想要怎么谋害 有没有幕后人指使你这样做的 周围本来想要否认的 但是话语到了嘴边却是变成了 茉莉云就是一个虚伪有恶心的人 你们不过都因为他是首富的儿子就捧着他 我明明这么努力 这么优秀 确实被你们如此打压 如此瞧不起 茉莉云还想要抢走我的女朋友月音 我当然不可能放过他 是茉莉云欺人太甚啊 就只会欺负老世人啊 所以我今天就要替天行报 何谈的收拾他 我要让他被活活的烧死 我已经在实验室里放了定时燃烧短纸 爆点就自动起火 只要我再将门锁上 茉莉云就跑不了了 周围越说越疯狂 他盯着暖暖 茉莉云放下了暖暖后 就冲到了周围面前 狠狠地踹周围 你竟然敢打我妹妹的主意 你找死 过来找暖暖的洛寒城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毫不犹豫地也冲了过去 是什么人给你勇气 你敢欺负暖暖 顾月音的脸色难看 就想着赶紧开溜 顾月音 周围说我哥哥强迫你 我哥哥真的强迫了你吗 难道不是你一直觊觎我哥哥吗 我哥哥对你一直是保持距离 你平时到底对周围说了什么 让他冤枉我哥哥 我早就受不了这个窝囊费了 要不是周围一直给我强化 我早就踹了这个窝囊费 每天和他在一起啊 我都觉得恶心的要死 茉莉云就不一样了 他不仅仅家世好 而且长得那么漂亮 我早就得带心动了 是个人都知道周围 连茉莉云那根手指头都比不上 我才不要嫁在周围 我只想要嫁给茉莉云 做穆家的富贵少奶奶 只要我搭上了茉莉云 我就踹了周围 哼 周围那个蠢货被我耍得团团转 我骗他说 茉莉云强迫我 他就真的蠢到相信了 以为我对他忠征不渝 他还要给我五十万彩礼权 我要用五十万来买各种名牌包包 各种好看衣服 周围不过是我的提款机罢了 谁要他忠蠢 顾月音说完了以后 自己都懵了 因为他说的都是真话 周围一听后 脸色顿时就轻了 眼珠子都气得好似 都要瞪出来似的 你说什么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 你的保温筒是送给谁的 你想要做什么 我当时的茉莉云送的 这里面的汤水可是不一般的汤水 我在这里面可是加药药 只要茉莉云喝了这些汤水 到时候他就是我的 他必须对我负责 你这个恶毒女人 你竟然背叛我 我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如此不要脸 周围和顾颜音打成了一团 五哥哥 不要放过这两个坏人 他们想要害五哥哥 就要受到惩罚 No no 你放心吧 恶人有恶报的 他们会受到惩罚的 周围 到底是谁指使你这么做 给你五十万 我没有见到那个人 突然有天 一个神秘人之后发邮件 还玩我的账户 也打了五十万 让我这么做的 五哥哥 还有大坏蛋要对付你 五哥哥 你一定要小心呀 No no 五哥哥 爸爸都会抓住 所有大坏蛋的 我会小心的 不会有事的 说完茉莉云 冷冷地对保镖说道 先把他们送到我爸爸那里 问完话以后 把他们送到黑州监狱 挖一辈子的矿 随后 他们就被强行地拖走了 等待着 他们会是残酷的惩罚 而与此同时 大白败则是在心里 兴奋地对暖暖说道 恭喜主人 你成功地拯救了 五哥目利云 改变了五哥目利云的命运 系统升级 你为三级小神医 你还可以获得 十二种神样 还奖励一套神针 暖暖在开心之余 也有些气恼 大白白 我还没有追到 指使周围的 其他大坏人们 主人 不急不急 主人的爸比和哥哥们 会追查到底的 而且主人如果改变了 六个哥哥的命运 主人就能够 许一个愿望了 报事后就知道 主人的妈咪在哪里呀 暖暖听到了 大白白的安慰话语 心里才安了 罗寒陈 我们要回家了 五哥的意思是 你可以走了 暖暖 你想要我送你回家吗 好呀 陈哥哥 目利云此时的心情 难以形容 不是缝纫机采不起 而是来暖暖这里 采更有性价 在这里 是小孩哥的乐园 也是他们宿命所在的地方 表哥 你怎么也来采缝纫机了 这 这事情要从我拿水枪 资了一只兔子说起 这天市里开办了一个慢展 六哥带着暖暖和大白 正在慢展上逛 我可爱的小天使妹妹 六哥对你最好了 这次慢展可是六哥 偷偷带你出来的 看在手里的冰淇淋的面子上 暖暖开心地说 哦 六哥哥最好了 波波波 哈哈 前面还有很大的机器人区 我们快去看看 而慢展现场 人群簇拥着 一名COS身着士兵的服装 手持一把长枪 栩栩如生地扮演着角色 大秦帝国所在之处 皆是王土 他的表演引来了周围观众的 振振客栩和掌声 就在这时 一个顽皮的小孩哥却动起了脑筋 哥哥 你这个掌枪好帅 能不能让我玩一下 好吧 你拿一下 这是塑料的 注意别弄坏了 而小孩哥拿到塑料枪后 直接大喊一声 我是长山赵子龙 看枪 结果小孩哥一下这个枪折断了 呃 这个 不好意思啊 我只是想玩一下 没关系 小朋友 这只是道具 不要紧的 Cas宽容让小孩哥松了一口气 但是他又想了一个好主意 大哥哥 我给你拍照吧 你站好哦 说话间 小孩哥拿出了手里的水枪 就朝着Cas身上吹去 而且水枪里面所有颜色 一下子Cas的衣服就被弄化了 哈哈哈哈 我给你的Cas服增加颜色 不用谢 而周围的人们也纷纷指责起小孩哥来 这个小孩怎么这么没礼貌 太过分了 毁了人家Cas的形象 他家长呢 应该给他点教训才对 然而 尽管有人指责 但小孩哥他得意洋洋的笑着 仿佛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正常不过的 哈哈 你们都不懂 这才有趣呢 算了 好像只是加了点墨水 衣服也不贵 不过哥你不要再这么做了 碰到其他Cas贵的衣服 你可就惹上市了 周围的人们虽然不满 但看Cas不追究了也就没底 毕竟这种小孩哥任性惹人厌的场景 在漫展上时有发生 而大多数人也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真可恶 这样把别人衣服弄坏了 是啊 看来他是小孩哥中的战斗机 只不过大白白可爱的样子 也招了很多人围观 呃 这只大兔子真是超可爱 好想抱回家 哈哈 尽管夸我吧 我可是小主人最可爱的大兔子 而小孩哥也盯上了大白白 躲在人堆里 用水枪也吃了大白白一身 神 怎么弄坏了我纯白的毛发 嘿嘿嘿 你不要做白兔子 你要做灰兔子 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大白白弄花泥 哈哈 这样才好 就是这只兔子也太丑了吧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别人呢 这样说很不礼貌 而且大白白超好看的 才不丑 哼 我不在乎 不过这只兔子比你还丑 什么 你说什么 你赶紧给我妹妹道歉 我本来不想跟你计较的 你敢说我妹妹丑 六哥不要急 暖暖知道自己不丑 人丑才多做怪嘛 我们不气 哈哈 看你那副样子 就知道你很生气吗 又不是你家兔子被我喷 你生我气做什么 我不生气 不过大白白要清洗衣服和毛发 这个费用 你要叫你家人来负责 哈 负责个什么 小心我要你好看 小孩哥想过来吓唬暖暖 但是大白白拦在了他面前 小子 你想干什么呢 一看大白白原来这么不好 小孩哥又走远了一点 嗨嗨 看我不要你好看 小孩哥又拿起手枪 把暖暖的衣服给自花了 你你做什么 你弄花了爸爸给我买的裙子 现在立刻叫你家人过来 不然你今天别想离开这里 你你好凶啊 妈妈妈妈 有人欺负我 你们欺负我儿子 我要告你们 阿姨 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啊 你为什么不问问发生了什么 呜呜呜呜 妈妈 我什么都没干 他们就用水枪资我 别瞎说了 明明是你用水枪资挂了我的衣服 也弄挂了我主人的衣服 你还撒谎 你还好意思说 你们这帮人明明就是故意引诱我孩子惹事的吧 你说什么 我们才不会做那种事情 你可不要乱说话 你们给我闭嘴 我孩子心灵受伤了 我要你们赔 你一点都不讲理是吗 那你们赔偿我们的衣服 衣服 就弄了点小事 还有赔偿 你不知道这件衣服可是限量版的 价值五百万 五百万 这 这不可能吧 你们这种人 都是敲诈勒索我的 我要找治安员 好啊 就等你找治安员了 今天你可不要想着跑 很快 治安员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而六哥拿出了衣服的相关价值证明 你看这个 这是我们衣服的购买发票和评估证明 女士 我确认这个衣服确实价值五百万 不过我来这里只能协调治安 这个赔偿的事情 协商不成的话 你等对方起诉 这 这怎么可能 能给一个小女孩穿这么贵的衣服 这样的家庭我也有不起啊 阿姨 你看着赔吧 这水腔的水 差了墨水 估计是洗不了了 哼 我们并不想跟你们计较 但是你们太过分了 我们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起 我们家也不富裕 赔不起这么多钱 你们能不能原谅我们呢 对 对不起 我也错了 我不应该弄花你们衣服 南南你说要怎么惩罚他们 六哥哥 南南也不知道 但是这是爸爸买的衣服 南南很喜欢 他们不要想着一句道歉就能解决 我们 我们已经道歉了 你们还想怎样 这衣服可能也没珍贵 不要一件小事 斤斤计较的 哈哈 前去后宫 态度变来变去的 我会让家里的律师团起诉你们 不够赔的话 就去我们家的缝纫机场上班吧 就这样 小孩哥最终还是来到了暖暖缝纫机场 在这里 他会收获很多朋友 我还只是个害者 这个380斤的美女 爱上了利斯航 为了追到她 美女夫妻踩坏了一辆又一辆的好车 而这一幕 让刚穿越回来的暖暖看呆了 恭喜小主人 你已经升级到了13级神医 获得暖暖的完整能力体验卡一天 原来 在这段时间里 暖暖和大白白成功地 从各种危险中解救了穆家的六个哥哥 还有反派爸爸 穆家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完整能力体验卡是什么 给暖暖用一下 在使用了完整能力体验卡一年 暖暖突然变成了大学 呀 我想起了 我要去找白雪 系统提醒主人 这个能力只能维持一天 要找白雪剑需要尽快哦 于是暖暖使用了自己的法力 很快就定位到了白雪剑的位置 在去找白雪之前 暖暖还要做一件事情 说完 暖暖就用一半的法力凝聚出一个新的分身 我要去找白雪了 穆家以后就拜托你和大白白了 啊 我明白了 主人 原来你是要回到丽家那边去呀 嗯 大白白 你留在这里看家 这里也拜托你了 小暖暖 放心吧 穆家交给我 暖暖没问题的 于是 暖暖使用法力 把自己传送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而突然出现的暖暖 吓了反派之王一跳 是你 你居然真的追过来了 其实反派之王心里害怕 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找我的老大 然后来对付他 于是反派之王拿出了白雪剑 随即用力的一人 看那边 那边有怪兽 等暖暖反应过来 这个反派之王已经穿越了时空之门不见了 离谱一见到我就跑 暖暖有这么可怕吗 于是暖暖召回了白雪 并且用白雪剑切开了空间 来到了戒灵的空间 戒灵大人 我回来了 我也找到白雪了 你有什么办法 让白雪变回来吗 这个暖暖也太厉害了 这才多久啊 他就完成了分支任务 这个 由于白雪已经被炼成了神剑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带回去帮助他修炼成剑灵了 也许你的师父有办法 好 刚好暖暖的法力 就剩下最后一点了 麻烦剑灵大人把我送回去 而另外一边 暖暖的分身正在和丽丝行逛街 但是他们被一个美女盯上了 哇 这个男人看起来好帅 好有魅力 我以后的终身幸福就交给他了 爸爸 那个肥阿姨好像一直在看你 她不会喜欢上你了吧 怎么可能 爸爸都是中年人了 哪还有人喜欢 爸爸长得那么帅 看起来跟二十几岁一样 有人喜欢你很正常 暖暖想的果然没错 肥婆迈着自信的步伐来到了丽丝行面前 男人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虽然我配你有点可惜 但是你身上的独一无二的气势吸引到我了 我允许你做我的男朋友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怎么 被美若天仙的本小姐搭讪感到惊慌失措了吗 我给你一百块钱 去买个镜子照找自己吧 你和美丽有什么关系 你是在跟我玩欲情故纵吗 对本小姐最好真诚一点 不然可就失去机会了 我不需要这个机会 你 你不要不识好歹 本小姐可是大公司的高管 月薪高达几万块 平时都是别人排着队来追我 只要你和我在一起 以后结养你 我随便吃顿饭都不值几万块 你那点钱还是留着自己话吧 而且你看不到吗 我已经有女儿了 你吃什么一顿吃几万 全是首富也不敢像你这么吃呀 别硬装了 有女儿也不要紧 这代表你成熟稳重 本小姐就喜欢这样的 那我老婆怎么办 当然是跟她离婚呀 都有本小姐这么完美的女人了 还要她干嘛 你快走开吧 别打扰我和男男待在一起 本小姐身材好 长得也漂亮 性格更是完美无缺 为什么要拒绝我 啊这 肥阿姨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 你个小丫头懂什么 我这叫风鱼 是最完美的身材 男人就喜欢我这样的 风鱼和肥胖完全是两码事 而且还一副自视甚高的样子 这样是不讨人喜欢的 住嘴 轮得到你一个小丫头教训我吗 居然敢凶暖暖 我对你的忍耐已经到极限了 来人 把这个肥婆给我扔出去 丽家手下将肥婆抬走 扔了出去 没想到这个男人居然随随便便 就能叫来一堆保镖 看来她的身份不简单 本小姐的眼光可真好 我一定要拿下她 于是肥女人跟踪起了他们 直到他们回到了庄园 天呐 好豪华的庄园 没想到我老公居然这么有实力 哈哈哈哈 以后我就是豪门太太了 看我好好打扮一下 明天来迷思你 第二天 她找到了正要坐车上班的丽丝豪 哈尼 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爱心蛋糕 人家想死你了 我要亲亲 你是什么鬼 你不要再恶心我了 哈尼你不要害羞 我们俩是最恩爱的夫妻 亲亲是很正常的 肥婆撅着嘴 一副害羞的样子 离婆 离大婆 才一天没见 就连称呼都变成了哈尼 还想要亲爸爸 这肥阿姨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来人 人强战术 给我拦住她 这次我要作为爱冲锋的勇士 你们这群保镖 休想再破坏我的幸福 人强根本挡不住 为爱冲锋的勇士 来人 护驾 你这肥婆给我站住 休想靠近我爸爸 怎么碍事的人这么多 我对哈尼的爱是无敌的 无论来多少人都阻止不了我 三哥太适合肥婆决力 但肥婆因为爱情爆发出了强大的力 三哥还是输了 这肥婆也太恐怖了 居然连老三的力气都比不过她 我还是跑路吧 利四航开始逃跑 而肥婆则是穷追不舍 哈尼 我爱你 乖 不要跑了 来人 车队站住 给我拦住她 丽家的车队立马出动 拦在了肥婆的面前 而肥婆居然跳上了车底 踩着一辆又一辆的豪车继续追赶利四航 啊这 这肥阿姨的破坏力实在是太惊人了 暖暖都有点吓到了 而这时 被借灵传送回来的暖暖主神 出现在了分身面前 暖暖的分身赶紧使用法力 让两者重新合在一起 毕竟暖暖主神已经没有法力 而两个人融合之后的法力也是少得可怜 呼 暖暖终于回来了 爸爸 哥哥 可暖暖看到的是 一个肥光海的车子追着立色 这可把她看待了 肥阿姨 我爸爸不喜欢你 你不许再逼迫她了 乖女儿快让开 以后你就是我女儿了 不要打扰我和你爸爸甜蜜恩爱 暖暖的妈妈只有一个 爸爸也只爱她一个人 你这叫强人所难 能有我这么完美的女人成为你的家人 你应该感到荣幸才对 你可真是自恋 你刚才采坏了暖暖家几十辆豪车 需要赔偿给暖暖家才行 赔什么赔 你爸爸都已经是我老公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哪里有要嫁人赔钱的 我爸爸可没跟你举行过婚礼 也从来没有喜欢过你 你别自作多情了 他只是害羞而已 等会他就明恋上我了 啊这 肥阿姨 你真是太自恋了 跟你根本就说不通 你已经犯了损害他人才物罪 这些车的价值大概在五亿左右 你需要进行赔偿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的 敢叫妈赔钱 你这是不孝 你不要逮着人就乱叫 我们立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爸爸也从来没有跟你领过结婚证 你不属于我们的家属 急什么 我现在就带着你爸爸去领结婚证不就行了 算了 没办法和你沟通 我会向法院起诉你 强制你所赔 你在开什么玩笑 我怎么可能赔得起几个亿 你没钱的话法院会用房产进行抵押 如果还不够的话就会换成有期徒刑 什么 这么严重的吗 居然还要去坐牢 我还有大把的青春没有享受吗 我不想坐牢 你有多少钱可以赔偿 估计我所有的资产加起来也只有几百万而已 那你至少得判十年的有期徒刑 十年 那我出来岂不是都变成中年妇女了 呜呜呜 我不想坐牢啊 我不缠着你爸爸了还不行吗 求求你放过我吧 南南 你觉得应该要怎么处置这个肥阿姨 爱情需要磨练 金钱需要偿还 那就让肥阿姨为立家拉爱情的船吧 既然这个肥婆的力气那么大 立家港口正好又缺人 就让这个肥婆去当倩妇把帮立家拉船吧 我一个大美女怎么能够去干这种促活 那你是想去堆小黑屋还是想去拉船 别 别 别 千万别让我去坐牢 我还是去拉船吧 于是肥婆被立家的人带走 在港口当起了倩妇 拉了一艘又一艘的船 呜呜呜 当倩妇也太累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爱上这种波琴的男人了 by bwd6